人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回家路上碰见两个女人因为一个男人 正在扯头发撕逼 嘴里骂骂咧咧 这种正房堵上门的戏码 简直是每个瓜农的最爱 百看不厌 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身边的大妈干脆分了我一把 刚在早市买的大枣 吃瓜吃的热火朝天 婚姻保卫战进入白热化 男主角正式登场 来了 来了 那个男的好像就是正主了 一个大姨把枣放进嘴里 含糊着拽拽我的胳膊 长得人母狗样的 败坏社会风气 哼 老太太很看不惯现在的年轻人 我顺着很多颗脑袋的缝隙里往里张望 那个男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看清那男人的正脸后 煞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 这 早上还跟我拥抱吻别的好男人好老公 现在就站在人群中 被其中一个女人拉着哭 另一个让她做主 合着这老太太口中人母狗样的男人 是我老公 这王八蛋外遇一个还不够 还一痒痒了俩 此刻看她的小情人们互相撕逼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过度地冲击第一时间 让我感受到的不是悲痛 而是觉得荒谬 不仅怀疑人生 甚至开始怀疑世界 李智告诉我 现在可以哭一哭 但我直到今天才真正明白了 什么叫做欲哭无泪 我跟于涛结婚十二年 儿子十岁了 我们白手起家 创建了现在的公司 规模不大 但是每年可盈利五六百万 那时候公司刚走入正轨 我就怀孕了 于是她让我安心在家 安胎生孩子 孩子有了 琐碎的生活就开始了 我的生活中心 也由她转移到了儿子身上 但是她并没有抱怨 而是一如既往地 对我和儿子好 每次出差回来 都会给我带礼物 给儿子带玩具 只不过一个月有二十天出差 剩下十天总要加班到深夜 甚至有酒局就不回来了 她每次都会提前报备给我 那时我以为她是为了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现在看来她只是想先安抚好我 然后才能可放心地在外头会情人 甚至就在同一个城市 同一个区 这是所谓的灯下黑妖 不是灯下太黑 是我太蠢 太信任她 我把儿子哄睡 自己开了一瓶红酒 吹了三十八岁的生日蜡烛 是的 因为我今天过生日 所以我跑去那个儿子喜欢的蛋糕店 订了一个生日蛋糕 然后看了一出精彩的戏 我吃了一口蛋糕 真他妈苦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最后失声痛哭 什么叫笑话 我就是个笑话 一个家庭主妇 整日围着家里那三分地转 为了丈夫 为了孩子 放弃事业 结果人到中年 感情破裂 丈夫出轨 深夜里崩溃 真是一败涂地 丢人现眼 我喝多了哭泪了 迷迷糊糊躺在沙发上快睡着时 门开了 接着是换鞋 放钥匙 然后一个人走到我身边 低头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 老婆 怎么在这睡着了 我先去洗澡 听着这温柔的声音和脸颊 还湿润的唇印 我恍惚还在梦中 那个男人一如既往地爱我爱这个家 浴室的门关上 然后有水流的声音 我才彻底醒了 抬手狠狠地擦拭他亲的地方 这会不知道刚从哪个情人那回来 也许两个人还刚刚依依不舍地吻别过 现在拿那肮脏的嘴再来亲我 他洗完澡出来 见我还在沙发上 又看见桌子上燃过的蜡烛和红酒 似是突然想起来什么 然后面带愧疚地说 对不起老婆 我把你的生日给忘了 这两天公司实在是太忙了 明天 明天我一定给你补上 我冷冷地看着他 还公司太忙 怕不是安抚哪个情人去了吧 两个都生气了 也不知道一晚上忙得过来吗 他见我面色不善 也没了耐心 不就忘了个生日吗 你一天天能不能多体谅体谅我 现在大环境不好 实体公司都不好做 我一天天忙死忙活的 回来还得看你脸色吗 说吧 一甩头 扔下一句铿锵有力的你好自为之 去客卧睡觉了 还没等我质问他 他倒是先发制人 变成我无理取闹 不体谅人 我苦笑 心一点点变冷 我还不够体谅他 孩子哭闹喂奶 一次都没有喊过他 感冒发烧去医院 也是我一个手抱娃 一个手拎掉瓶 双方老人生日过年节礼物 都是我准备 哪个老人有个不舒服 也是我去照顾 我还要怎么体谅他 我还体谅到跟他分居十年 最开始是因为孩子小 要喂奶起夜 怕影响他休息 就让他到另一个房间睡 后来孩子大了 他却推说睡觉打呼噜 怕影响我 我白天照顾孩子辛苦了 晚上需要有一个好的睡眠 以前觉得他是体贴 现在看着他拴门的背影 怕是早就不耐烦我了吧 我躺在床上 第一次感觉这张床那么空旷 那么冷 这一夜我睁着眼到天亮 我回想了我们这十二年 想了前后发生的事 其实早有蛛丝马迹 只是我一直忙着 看不见罢了 现在看见了 疼了 也该清醒了 我要拿我该拿的东西 然后让他滚 第二天早上 我像往常一样 给儿子热了牛奶 做了简易早餐 然后把孩子收拾好 等着坐爸爸的车去学校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 他工作忙 平时也没时间陪孩子 但是早上半个小时的车程 可以跟孩子聊聊天 沟通感情 可是现在 爸爸 你看我自己做的手工模型 儿子咬了一口三明治 迫不及待地去拿起 早就准备好的飞机模型 可是于涛的手机响了 他瞥了一眼 拿起手机就往外走 你去送孩子吧 我最近公司实在是太忙了 以后可能也抽不出时间 你在家反正也闲着没事 你自己送吧 说完 也不等我有什么反应 更没看到 儿子举到一半的手和失望的眼神 匆匆拿了车钥匙就走了 光的关门声 好像一道惊雷 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转头看儿子委屈的小脸 走过去抱住他 宝贝 妈妈送你好不好 爸爸忙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我们理解一下他好不好 儿子乖巧地点头 把飞机模型放回房间 去背书包 我在儿子看不到的地方 一把抹掉眼泪 你对不起我就算了 现在连儿子都不在乎 你配当一个丈夫一个爸爸吗 我把儿子送到学校又返回家里 餐桌上摆放着早上吃剩的盘子 碗和喝了一半的牛奶杯 这么多年 房子越换越大 但是卫生家务一直都是我来做 因为他说不习惯家里有别人在 而且他的东西 只能老婆亲手整理他 才放心 给我一句贴心话 我就能做牛做马 任劳任怨十几年 可是现在我清醒了 我什么都不想干了 我想了想 拿了车钥匙出门 我去了昨天老人口中原配的小区 准备跟他来一次偶遇 果然 我停车等了没多久 他就风姿绰约地扭着小腰 从小区走了出来 气色还不错 看来于涛昨天哄好了这个 我开车缓缓地跟着 他也就步行了十几分钟 然后走进了隔一条街上的一家 新开的美容会所 这是做美容去了 我也跟了进去 门口的迎宾小姐温柔礼貌 我刚要问刚刚是不是进来 一位漂亮的女士 她就从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自来熟得热情地打招呼 哀姐 来做美容呀 你这皮肤其实不错 略微有些干 要是保养 一下就更好了 保证你一下年轻十岁 我被她夸得愣了一下 合着她不是来做美容 是美容院的老板 我也顺着她的话 摸着自己的脸 哎 可不是吗 年轻的时候 也迷得丈夫团团转 现在不行了 孩子都上小学了 可不得保养了吗 她一听 我要保养 立马露出来一个比刚刚更真诚的笑容来 拉着我的手引我去了包房 还不忘回头嘱咐 去给姐姐上一壶上好的养颜茶来 她倒是很爽朗 真把我当上帝一样伺候着 言语温和热情 却并不讨厌 我想 如果她并不知道于涛有家庭 那么我就放她一马 毕竟她也算受害者 姐 你想做个什么套餐呢 她体贴地接过我的外套 然后让美容技师给我敬了脸 我躺在美容床上 任他们折腾 在她问套餐的时候 也没让她失望 冲老板娘面子 就来你店里最好的那个吧 我跟你聊得来 她高兴的声音都拔了一截 好低截 那我再赠送您一套全身护理 你也别叫我老板娘了 我叫李月 姐你叫我小月就行 我本就是想跟她套近乎 也顺着她的话 行 那我就拖大 叫你小月了 做完美容 我们俩相互加了微信 言语上颇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 她对我的那些观点 什么男人肯为你花钱 才是真的爱你 爱情不分先后 只是遇见得晚了 更何况现在这个社会 处对象能分手 结婚还能离婚呢 这些深表赞同 瞬间隐为知己 还约了以后 一起逛街姐妹桃 我告诉她 我家就在这附近 走路回去就行了 然后 在她看不见的时候 我回到了车里 摸着自己做完美容 更显光滑的脸蛋苦笑 这么多年 我一心一意地为家里操持 不舍得花不舍得吃 省下来的钱 全让王八蛋 去给情人开了美容院 是的 李月说 这美容院是她男朋友 疼她上班太辛苦 去年给她开的 然后她还开导我 不要总在家待着 也要自己有事业 这样即使男人离开了 自己有钱底气也足 说得还真他妈的对 怪不得那么多原配 被小三成功上位 你没人家年轻 没人家美 还没人家有心眼 只记着两个人年轻时 白手起家吃过的苦 一心一意地收拾卫生养孩子 却没有跟上 他的脚步一起进步 家里地板擦得 再量有什么用 我去家政公司 找了一个阿姨 在她准备晚饭的时候 我去接儿子放学 以前我就会忙碌地 把菜先准备好 该切的切 该烫的烫 等接完儿子回来 安排他先写作业 我一边炒菜 一边还要偷控 去盯他有没有 偷偷看电视玩 电脑 等我们吃完 我要陪他写作业 检查作业 不会地提讲会 他上床睡觉 我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 去洗碗 擦地 继续做家务 现在阿姨解放了我的手 我只需要安心地陪伴孩子 儿子说 妈妈你今天好温柔啊 然后趴机 亲了我一大口 原来少干活还能变温柔 看看好处多多 他睡着了 像个小天使一样 我出去一看 阿姨果然把厨房 客厅 以及每一处角落 都打扫得一尘不染 然后 轻手轻脚地关门出去 像个美丽的田螺姑娘 于涛依然是每天的晚归 甚至不归 每次都会跟我报备 我依然跟以前一样 让她注意休息 别太累 她甚至都没有发现 家里多了一个 打扫卫生做饭的阿姨 我打开我的新微信 里面只躺了一个联系人 李月 我会偶尔咨询一些美容问题 偶尔聊一些女人的私房话 我还会在去美容的时候 送给她一些朋友 从国外带回来的化妆品 或者手包 她对我的善意 欣喜不已 很快我们就成了 好像相处多年的好闺蜜 她开始跟我炫耀她男朋友 给她买的礼物 或者抱怨 她现在对她没有以前上心了 不知道 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 现在的狐狸精 就跟没见过男人似的 闻着点骚味 就往上扑 她已经不拿我当外人 可不是吗 现在的小姑娘 专门盯着事业有成的男人 而那些男人就是到了八十岁 也喜欢十八岁的小姑娘 我附和 她应该被上次的撕逼事件所影响 开始怀疑于涛不来她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回家 还是去别的温柔乡了 男人 哼 什么时候挂墙上了 什么时候才能消停 她愤愤 我简直要冲她竖大拇指了 姐们你是不是忘了自己 是靠什么勾搭上的鱼涛 不是她不安分地下半身吗 也不一定非得挂墙上 要是不行了 也许就真老实了 我似不经意地回答 李月该说不说 真的是心思敏锐的人 她挥手 让美容济师出去把门关好 然后悄悄凑近我耳边低声问我 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高招 指点指点我呗 我能有什么高招呀 不过倒是真的让我家那口子老实了 我的后半句也故意压低了声音 姐 求你了 你帮帮我 李月拉我的手 撒娇得摇晃 我看着那细白的手抓着 我常年干活 已经粗糙的手暗叹一声 别急 男人嘛 你要从他们的软肋下手 看中什么你就置他什么 拿捏住了保准对你服服帖帖 现在的网上什么没有卖的呀 我家那个电视遥控器摔坏了 去某宝一搜 十块钱包邮到家 贼好用 我依偎深长地看着他 挑了一眼他的小腹 挑挑眉 点到为止 他眼睛一亮 立刻站起来 姐 你还真别说 前两天 我家遥控器 也不太好使 我也去网上搜一下 这姑娘聪明的 真让人放心啊 于涛又出差了 我照例嘱咐他自己 在外面按时吃饭 照顾好自己 然后 李月也没时间 回我的微信了 但是我通过他的朋友圈 知道 他开始行动了 加了滤镜的四菜一汤 再配上一束鲜花 和一个如花般娇艳的脸蛋 配文 等待我最爱的人 而那菜里 自然另有乾坤 小三怎么上位 先拢住男人的身 进而拢住男人的心 再直逼正宫 退位让衔 可能是小四的出现 让他觉得 我这个原配 反正也待了十多年了 收拾我也不差 这一招半夕的 先让外干掉小四比较好 可是我没想到 他眼睛一亮 想出来的办法 竟然是把西地内 非融化到了 于涛日常的饭食里 这是想掏空他 还是想弄死他 不得不说 这有干劲 还敢付诸于行动的仨 果然是狠 我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除了他朋友圈的展示 还有我 送给他的手包的装饰上 藏着一个微型窃听器 手包自然是照着 他的喜好送的 让他愿意天天带着 我才能知道 他们两个人 都干了什么好事 老公 是不是我最厉害 甜腻的声音 很清晰地传进 我的耳朵 这是把手包 放枕头边了吗 这么清晰 是 我的宝贝最棒 叫爸爸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摘了耳机 扔在沙发上 忍着想吐的冲动 顺了顺心口 于涛 你要点脸部 这么大岁数了 还玩得挺开 约莫着时间 我又把耳机戴上 果然 已经接近尾声 我看了眼手表 好家伙 一个小时零八分钟 比年轻的时候 还要猛 也不知道是要笑好 还是于涛老当义壮 青春焕发 二人安静下来的时候 李月的声音 甜腻带着些暗哑 估计刚刚叫得太猛了 老公 你跟那个幼儿园的老师 断了没有吗 断了祖宗 你都快把人给挠花了 我敢不断吗 那你什么时候娶我 这都说了快三年了 什么时候离婚娶我吗 李月并不纠缠 见好就收 快三年了 我掐了掐手心 你别急 这么大个公司 离婚了 还不得分他一半吗 我需要好好筹划 于涛抽了一口烟 提到了我 我安静地听着 真想看看这个渣男 想怎么对待 跟他一起生活了12年 还生了一个儿子的我 我三年前 给他买了一份 大额意外申雇保险 三年了 也差不多了 他掐灭了烟头 我浑身的血液都僵住了 我只以为时间久了 他没心先赶了出轨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就算感情不再了 好和好散我也能接受 却没想到他竟然想要我的命 这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你李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怕 放心 现在不都流行爬山吗 一起旅游 散心 遇到滑坡 失足掉落山崖 这年头 那么多旅游失踪 你见过 谁去担责任判刑了 于涛满不在乎地说 真不愧是在商场里 沉浮十多年的老板 现在心思老练地 杀人放火 都信手拈来 老话说的 这人心隔肚皮 真是一点都不假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于涛整整追了我两年 他那个时候 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 许家 我要一辈子对你好 即使有一天 我们都老了 我也要让你走我前头 不让你自己 一个人孤零零的 然后你等我 我去那边陪你 他以前可真敢说 现在也真敢干啊 哼 果然是让我走他前头 后面也没什么有用的话 两个人洗了澡 可能是累猛了 搂着睡着了 我摘了耳机 冷笑一声 我想与你白头到老 你却想提前送我走 我打电话 给在保险公司上班的朋友 让他帮我核实 我的保险状况 很快 他就回了消息 我的名下有一份上千万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是我老公 但他又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消息 我老公的名下也有一份上千万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是我 看来他怕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两份相互的意外保险 这也可以解释成我们相亲相爱 都愿意在自己意外深顾后 把对方当成最大的受益人 我死了 他拿了钱 还可以向亲朋展示 看 我的深顾受益人是许家 只不过我比较不幸 先他一步而已 反正人都死了 谁能再去核查当初的投保 是不是我本人签的字呢 我心里有了底 谢过了朋友 继续在家安心地做我的全职太太 我在等李月那边的好消息 她的好消息就是我的好消息 至于是不是于涛的好消息 我就管不了了 果然 也就一周的时间 于涛还没到家呢 李月的消息就先来了 姐 她真的更疼爱我了呢 李月说得很含蓄 我却已经听过了他们的虎狼之词 那恭喜你啊 得好好庆祝一下 多亏了姐的提醒呢 要不然我还整天地愁眉苦脸 该不美了 她小女孩一样地撒娇 这样的一会儿 纯真可爱 一会儿妩媚动人的女人 谁能不喜欢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就说遥控器好用 是 是 是 我姐啥都没说 我也配了一个遥控器 真的挺好用呢 李月立刻顺着我的话说 丝毫不给我添麻烦 多乖巧懂事 让我也忍不住喜欢她 可惜 不过金玉其外败许其中罢了 几天之后 我在于掏上了锁的抽屉里 看到了一本病历 别问我怎么能看到上了锁的病历 家里的女人都知道 所有的柜子都是两把钥匙 只不过当时我怕她弄丢了 把备份的都收起来了而已 话说备份的意思 不就是有需要的时候用吗 现在就是 病历上清楚地写着 主宿经常自己举起 我笑出了声 心底一阵痛快 打蛇打七寸 于涛 你作为一个男人的七寸是钱 命还是幸福 没关系 咱们一样一样来 姐 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 她说 跟我在一起才最幸福 李月开心地给我发消息 是跟你在一起最幸福吧 我看着病历本冷笑 不过也幸福不了多久 是要三分读 真当是灵丹妙药神仙法术呢 一旦停了药或者吃的时间久了 某处功能障碍是必然的结果 甚至还可能引起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我怎么知道 去问问万能的杜娘 不过于涛可不是傻子 她突然地亢奋 时间地延长 再加上出现了各种不适的副作用 以她龟毛的性格 一定会把身边的女人查得底儿掉 果然 才不过两天的时间 她就找到了久举不衰的原因 她最心爱的女人 为了把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给她下了药 余涛怒火冲天 收回了给李月买的车 房子 还有美容院 并且扬言要她生不如死 看来这方面 真是每一个男人的逆临啊 一日敷七百日恩啊 嘖嘖 这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了 李月找到我的时候 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她抓着我的手 好像抓着救命的稻草 姐 姐我该怎么办 我不过就给她吃了几个月的尾鸽而已 她竟然说要整死我 我轻扶着她的肩 无声地安慰她 然后趁她去卫生间的时候 我拿走了放在手包里的窃听器 李月的消息倒是给我提了个醒 她发现了即将上位的情人的手段 那她还会按原计划 继续置我于死地吗 这天于涛五点半就准时进了家门 她好像是才发现忽略了我很久 面带歉意地说 老婆 最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 现在终于抽出时间来 我们去来一个二人世界吧 她故意腻歪歪地搂住我 用有点胡茶地脸蹭着我的脖梗 我使劲掐着手心才忍着没把她一把推开 你那么累就不用特意带我出去完了 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或者抽空陪陪儿子 她很久没见到爸爸了 她有一瞬间的症状 然后恢复如常从我身上离开 好 我先去看看儿子 儿子 爸爸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呀 我听着屋里两个人笑闹生起 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看来她还是没有放弃她的计划呀 也许根本就不是小三上位的事 是上千万的身固金更让她欲罢不能吧 明明是好好的三口之家 孩子活泼健康 双方老人身体安康 我们生活富足 可是岁月却不肯静好 我压下心底的沉重 换了开心的面容 去帮着阿姨准备晚餐 不知道 这是不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最后一顿晚餐 于涛第二天就把她的爸妈接过来了 说要跟我去旅游 过几天 二人世界 请他们帮忙照顾几天孩子 老人很高兴 我们十几年 感情一如既往的好 也很愿意跟大孙子相处 站在门口连连摆手 叫我俩放心玩 不用担心家里 我看着他们染霜的病角 心里生出不忍 眼泪晕了上来 于涛见我哭了 还笑话我说 孩子都这么大了 有什么不放心的 他以后也要离开你独立的 我不语 默默地望着窗外 他见我情绪不佳 也没有再说话 而是安静地开着车 车里的音乐 已经不再是我喜欢的民谣 而是很怠感的DJ曲 看得出来 他心情不错 甚至有一次不易察觉的兴奋 我们去哪度假 哦 去泰国好吗 我最近可能是上年纪了 总是想着我们以前的事 那个时候刚结婚 你想省钱不肯出去旅游 可是等我们有钱了 我又没什么时间陪你了 真是难为你了 还能记得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 我心里冷哼一声 那时候是真的难 他想要创业 没有资金 我把所有收到的礼金都给了他 一共八万多点 再加上父母又给了赔价 我凑了二十万给他 而我连个结婚的蜜月旅行 都咬牙给退了 那个时候 他俊秀的面庞 饮满了感激和感动 干净地眼眸专注地看着我 家家 你就是我这辈子的唯一 我如果不对你好 就让我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 然后娇羞地倒在他怀里 我磨了末后草牙 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快捂住他的嘴 应该慢上两秒钟让他发完事 多么老套的桥段 但是曾经那个傻姑娘就信了 然后一心一意地扶持他的事业 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双方的老人和幼子 然后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幸福里 好 那可我要好好玩一下了 谢谢你啊 老公 我转头 冲他笑了一下 很久没有叫老公了 最近好像有点受礼乐的影响 他愣了一下 竟然伸手搂住了我 温柔地抵住我的额头 然后一路上他半情深丈夫 我演幸福妻子 我们一路顺利地落地 泰国曼谷 他已经事先安排好了街机和酒店 司机礼貌周到 酒店富丽堂皇 不得不说 他想要对你好的时候 简直是三百六十度 全方位 无死角 怪不得可以左拥右抱 甚至三和四都撕逼了 谁也不舍得闹腾他一下 可惜我已经看透了 那其实就是虚伪的面具 到了 他体贴地接过我手里的拉杆箱 护着我走进酒店 于涛安排了泰国七日游 我们结婚十二年 最远的地方是儿子喜欢的上海的迪士尼 他陪同我们一起到达上海 然后抱歉地说让我们去玩 他有业务要谈 这一谈就直接谈到我们行程结束 佳佳 这么多年 真的辛苦你了 余涛一边感慨地说 一边温柔地将我拥入怀里 他温柔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们骑在一头高高的大象上 近处远处的风景人情尽收眼底 大象慢悠悠地晃荡 还时不时地甩甩鼻子 打个喷嚏 这一切真是美好 如果不是那天目睹了一出好戏 我真的会为眼前的幸福所陶醉 以为这个男人爱我如初 他平时只是工作太忙太累 忽略了我跟孩子 现在他愿意抽时间来陪伴和补偿我 我真的要幸福死了 然后我看着地图上我们的最后一站 安达曼海 我盯着那个美丽的海岛 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冷笑 安达曼海 泰国不可错过的五大潜水圣地 壮观的魔鬼鱼 被珊瑚覆盖的洞穴 还有令人惊叹的水下尖峰 还有 每年都有在潜水事故中溺水死亡的人 于涛自然安排了浮潜 不需要考卧潜水症 甚至不需要擅长游泳 他给我准备了全套的浮潜装备 说要带我去看最美的鱼群 看不一样的世界 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我在他期待的目光中感动得点头 并没有忽略他脸下眼瞼时 唇边的那一抹兴奋 于涛 常人都说一日敷七百日恩 我们不说有恩 至少无仇 哦对 是无仇 但是我的命对于你来说可以换钱 他细致地给我一件一件 穿戴上潜水服 脚谱 背上氧气筒 最后戴上面罩 然后在下水之前 轻易地摸着我的头盔 一会儿跟我走 我带你去看不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死亡风景吗 呼啦啦一大群人套在救生圈里 听着泰国导游别扭的中文介绍了地理环境和此处的海洋奇景 还时不时地就提高声音呼喊 大家不要掉队 不要擅自行动 然后鱼掏拉着我的手 悄无声息地脱离人群 朝反方向游去 脱离了嘲嚷人群 海底的世界陡然在眼前清晰起来 五彩缤纷的鱼群 摇曳荡漾的水草 清澈见底的细沙 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的奇妙世界 鱼掏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 他带领着我穿梭其中 娴熟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去 那是一大片珊瑚的海底 我震惊地睁大眼睛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真是壮观啊 就在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珊瑚山时 我听到了细微的咔嚓声 那声音好似顺着耳朵 钻进了心脏 我顿时觉得呼吸困难 我转头看向于涛 他的眼中似是藏着一丝不舍 但手里的动作却不停 他关了我的氧气瓶 然后向后退了一步 我慌乱地一蹬脚 借助水的浮力快速地抓住他 然后惊慌失措地挥舞着手臂 终于 他眼中的淡定和不舍不见了 如我一样惊慌起来 一边使劲想要摆脱我 一边瞪着脚响向上游去 是的 我在惊慌中不小心抓住了他的供气调节气 又打歪了他的面罩 他枪进水 开始挣扎得比我还慌乱 我的意识也开始模糊 但是并没有放手 我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拖着他奋力向上扶去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了 病床边站着一个人 灯光打在他的侧脸上 一脸焦急 醒了 他握住我的手 干燥却冰冷 我张了张嘴 觉得嗓子如火烧一样 解爱 于涛他 他 我虚弱地闭上了眼睛 眼泪从眼角滑落进枕头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如果我再发现 他有小三的时候 就跟他闹离婚 哪怕闹得鸡飞狗跳身心俱疲 是不是也比失掉了一条生命 要好得多 可是 他会放过我吗 他为了上千万的保险费 他 愿意放过我吗 不 他不会的 这次失败了 他会想着下一次的谋划 这次是潜水事故 下次是车祸 他已经是一个红了眼的赌徒 在他眼里我不再是一个人 我是一堆行走的人民币 所以我要把所有危险 掐死在源头 我很快就回国 带着于涛的尸体 我主动去公安机关交代了全过程 公安机关也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从出国到旅行的行程 再到每一个能联系上的同行游客的问讯 最后在一个游客的VCR里 意外发现了我们 高清视频里清晰地播放着 他伸手关掉了我的氧气筒开关 然后我惊慌失措地求救他摊手 做无能为力的样子 然后就是我拼命挣扎 我们纠缠在一起 最后我拽着他 用尽全力向上扶去 事后我自然得到了保险公司大额赔偿 虽然我的签字是假的 但是他的却是真的 他为了让保险更真实 自己也购买了同等数额的保险 我的受益人是他 他的受益人是我 真是抗力情深 我把一束白色的菊花放在他的墓碑前 静静地看着背上一寸照片 他笑得温暖纯粹 眼神干净 一如最初我们相遇的时候 我们相遇在校园 他说我如江南女子般温婉 却不知我是在海边长大的 虽然他关了我的氧气瓶 但是他并不知道 我在水下利用剩余的钉点氧气 憋气几分钟并不是男士 而我只是给他看他想要看到的慌乱 然后在慌乱中不经意抓掉他的面罩 在陆地上男女的力气差别很大 但是在水里就平等了 我想他并没有防备 我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还会有反抗的能力 而那个游客就是我咨询 曾咨询过保险的朋友 他在惊讶于涛作弊给我保险的时候 就已察觉到我们夫妻之间的暗流涌动 而后来我便求助于他 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帮我拍下于涛 要置我于死地的证据 如果时间太久 记得来捞我一把 事实证明 我的朋友的确是个靠谱的朋友 后来他告诉我 他们尽力抢救我们夫妻 我陷入缺氧昏迷 但是好在没有没有枪进去水 而于涛却肺部冲水 导游按急救常识施救十分钟后 他没有坚持到救援人员到来 我站起身 阳光已经漫过墓碑 转到了另一头 天道好轮回 我不得不开始相信命运 这一切好像是人为 又好似是一切皆有定数 于涛 我会把儿子好好养大 并且善待你的父母 若有来世 不再相见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故事 男友中了三千万后 转身找上公司的小白脸 一月后再遇 我乐了 分手吧 将晚晚 我彩票中了三千万 林源站在我面前 神情傲娇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就因为这 我抬起头问他 对呀 你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我妈说 人都是有三六九等的 现在我们家都已经 基深上流社会了 我和你已经不是一个阶层了 笑死 区区三千万 就能晋升到上流社会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 我爸有好几栋楼 每年光靠收租都不止三千万了 更不用说名下的公司了 不过这样也好 本着遇烂人 及时抽身的选择 我同意了他的分手请求 不为感情留意滴泪 只为钱财业不能寐 林元慢慢看了我一眼 虽然这次彩票的五十元是你出的 可是彩票是我买的 所以你别指望这钱我分给你 他一直有买彩票的习惯 经常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但是每到付钱的时候 他不是借口手机没电了 就是支付受限了 好家伙 几十块钱受限 马云知道都会吐血吧 我妈妈也不太喜欢你 觉得你小家子气 上次见面给她的东西 都是一些没牌子的小东西 上不了台面 林元继续说道 我对道 女娲把智慧洒满人间 唯独给你们加成了把伞呢 那时候想的是第一次见她妈 就送了她妈一条意大利顶级设计师设计的纯羊毛围巾 价值五位数 再加上一瓶法国宫廷香水 现在在他们这家人眼里变成了没牌子的小东西 真是泥丘沾点水 真把自己当海鲜了 她继续说 我不和你计较 毕竟我是上等人 不过既然我们分手了 就轻易轻账吧 我送你的东西麻烦折现给我 抠门难果然 就算中奖了也是抠门 不用 你给我的东西 我还留着 我统统还给你 九点九元的水乳套装 我怕用了烂脸 十九点九元的秋衣套装 我怕穿了皮肤过敏 十元一箱子的面包 我怕吃出问题 医药费可能都不够吧 周围人群发出了讥笑声 林园的脸上一红 连忙气急败坏地说 别光说这个呀 红包呢 我逢年过节不都给你发红包吗 确实 我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翻开记录 情人节五点二 端午节六点六 圣诞节八点八 你有心了 这么破费 我笑着说 我那念小学的表弟 给的都比这多一些 以前我在乎的是他这个人 因此对于那些虚的东西 都不在意 现在看来 真的是脑子进水了 一整个西湖水那么多 林园一副 趾高气昂的样子 我告诉你 那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我中了三千万 想买什么买什么 你已经配不上我了 我点点头 行吧 既然如此 你也把我送你的东西 还给我吧 林园一听 笑了 你送我的那些 不都是些高仿吗 能值什么钱呢 林园从小家境不好 他爸去世得早 和他妈相依为命 为了照顾他可怜的自尊心 我经常把礼物的吊牌剪了 挑选的礼物 也经常是没有logo的 就你身上的那条皮带 巨佳的限定版 一万 你的这双鞋子 C家的一万五 你的这个外套 也是C家的三万 我一个个细细道来 林园脸色变了 你以为我傻呀 就你还买得起真的 随便买点高仿 就来骗我了 可不是傻吗 真货假货都看不出 我打开手机 这是购买记录和发票 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专柜核对 还有第一次见面 给你妈妈的围巾和香水 不比我给你买的便宜 那些不要了 加上我以前给你的那些东西 你就给我一百万吧 其实这几年 我送他的礼物 加起来多多少少 超过二百万了 但是如果他儿子 真给了我二百万 他那个爵士妈 估计非让我家宅不宁不可 林园咬咬牙 说谁知道 你给我的那些真的假的 除去我的那些 就算五十万吧 我先给你十万 等彩票兑换了 再给你吧 也行 虽然这点钱 在我九位数的银行卡余额里 不算啥 不过钱嘛 谁也不嫌多 在收到支付宝到账十万元后 我站了起来 对着大出血的林园说 谢谢园哥 第一次这么大方 林园有点肉痛 不过还是嫌弃地对我说 好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个loser 我们以后不要联系了 我怕你的呼吸影响到我的运气 我拼命点头 生怕林园看不到 林园走后 我让司机把我家车库里的麦巴赫开过来 我 不装了 当天晚上 林园就发了个朋友圈 照片一共两张 是一张彩票的照片 还有一张是他在马沙拉第4S店自拍的照片 并配文 一定要做好两件事 努力和爱自己 爱笑的人运气 不会太差 微笑脸 幸好晚饭吃得不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我准备把此人删除时 我注意到了那张彩票 彩票数字没有完全露出来 但是七数却很清楚 3817 可是381中奖号码 没有这几个数字啊 我赶紧去网站 查了一下3817彩票中奖号码 发现林园误以为中奖的彩票 其实和上一期的数字一样 他可能看了回放的电视 或者看错了七数 误以为自己中了三千万 这就有意思了 我好想知道 林园知道真相后会不会气死 上班上到一半 我刚想偷惠兰 就听到公司的小绿茶陶斯乐 在对同事说 我男朋友住在湘亭一号 我一愣 这要巧 我老爹也给我在湘亭一号 买了个大平层 不过我平时都不住 林园公司离那里进 我就给了他一把钥匙 让他加班的时候去住 对他的说法是房子是租的 他就心安理得地住下了 丝毫不考虑这里的租金 可能比他一个月工资还要贵 我正想着什么时候 去把房子收回来时 又听到陶斯乐在说 他说我是他的lucky girl 我和他在一起以后 他就中了三千万 同事纷纷发出羡慕声 等等 湘亭一号 三千万 这要巧吗 我怀着不确定的口吻 问了句 你男朋友是不是姓林啊 陶斯乐警惕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你认识他吗 我告诉你 不要因为我男朋友 有钱就勾引他 他看不上你的 真的是他 这个林园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开始勾搭这个陶斯乐了 他难道觉得 陶斯乐也是上流社会人士 我爹要是知道 非嘲笑死我不可 陶斯乐经常背个假包 上班一周五天不重样 莆田或广东货换着来 可能在林园那个 真假不分的人眼里 陶斯乐就是个白富美吧 果然王八配绿豆 什么锅配什么盖 两个贤贫爱富的人 天生一对 祝福请所死 晚上 陶斯乐像宣誓主权一样 发了个朋友圈 一张他和林园的合照 以及文字 桃花不必开了 我等的人已经来了 然后过了五分钟 林园也赶紧发了一张 他们的合照 配文是土吊渣的 我们 我常去的一家奢侈品店店长 给我发了信息 说店里到了很多新款 让我去看看 我想着闲来无事就去看看 结果一进门 发现林园和陶斯乐也在 店里只有一个贵姐在 看了我一眼 压根不理我 继续满脸笑容 为他们服务 确实陶斯乐今天穿着一身logo超级明显的套装 虽然早就过时了 而我穿的就是简单的T恤和帆布包 难怪贵姐狗眼看人低 陶斯乐也发现了我 这店里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呀 林园也跟着说 江婉婉 你来这里干嘛 这些衣服包包你买得起吗 我笑了笑 怎么 店是你们家开的 我还不能进来看看 店员一看就知道 我和他们两个不合 就马上帮着他们说话 不好意思 这位小姐 我们店铺最低价格是三万 如果负担不起的话 就不用进来了 我在心里嘲笑这个店员压错了宝 在店员展示了好几款新包以后 我听到陶斯乐撒娇地对林园说 哥哥 我要这个包包 还有那排第二个 店员满脸笑容地说 这位小姐 真的人 又漂亮 这些都是我们店里销量最好的 您真是好眼光 陶斯乐一听 直接就拿了包包在身上了 在镜子面前照来照去 然后注意到了我 江婉婉 好歹都是上班的人了 能不能不要再背这种 廉价的帆布包了呀 丢不丢人 我今天背的就是帆布包 因为想着等下还要去趟超市 环保吗 人人有责 我说 帆布包 怎么了呀 你家住海边啊 管这么宽 陶斯乐生气地跑到林园那里去了 这个 这个 还有那个 我都要了 林园阔气地说 买 都买 店员笑得眼睛都不见了 我拿起一个黑色的包包 想仔细看的时候 店员黑着脸走过来了 不好意思 这位小姐 这只包是我们店里的最新款 要十五万人民币 要十五万人民币 而且只卖给我们的客户 你还是不要碰了 以免弄脏 陶斯乐一听就乐了 江婉婉 你的脏手别把人家的包给弄脏了 等下把你自己卖了都买不起 我正想回怒的时候 门口响起了一个灵力的女生 是谁说江小姐买不起 店员马上慌了 店 店长你来了 店长进来 马上向我道歉 不好意思 江小姐 我刚给你买咖啡去了 这是新来的员工 不懂事 然后又跟那个员工说 江小姐是我们店的客户 所有新款都将小姐掀过目了 确认不要我们才能卖给其他顾客的 那个店员一听慌了神 连忙道歉 林圆脸色一白 你会不会搞错呀 这个江婉婉就是个普通打工的 他怎么可能是你们店的客户 你们别被他骗了呀 因为这家店的web一个门槛 就是每年在店里花费千万以上 店长面色微韵 对林圆和陶思乐说 不好意思 请二位出去 我们要B店位江小姐服务了 陶思乐不服气 呸 这种店我还看不上呢 我男朋友有钱 想买什么包买不到啊 你们真蠢 被一个穷人耍得团团转 说完就拉着林圆走了 我一阵神清气爽 对着店长说 这一排的包我都要了 都给我包起来吧 第二天上班 陶思乐背着一个新包过来了 怕人家看不到 特地到办公室走了好几圈 不便宜 五万左右吧 果然 林圆也不算太抠 而是我不值得他付出罢了 哎呀 这是我男朋友一定要给我买的包包 我都不想要 他一定要买给我 同事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啊 什么时候甜甜的爱情 才能轮到我呀 同事必 乐乐人掌的漂亮家庭 又好 所以 男朋友 才那么优秀 这都是相对的 嘿 这话说对了 一个凤凰男 一个捞钱女 简直绝配 陶思乐又走到我面前 一个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 就看他舍不舍地为你花钱 江婉婉 听林圆说 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怎么为你花钱哦 真可怜 确实 那时候他每次给我九点九的口红 我还要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回赠给他一个名牌衣服或者鞋子 还要顾及他的自尊心 说一点都不贵 我回他 怪我太年轻 是人是狗没看清 幸好分手了 我就当丢了一件垃圾而已 你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呀 怎么能装垃圾 陶思乐脸色一下子黑了 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 林圆说 你和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 果然如此 周末的时候 我叫了保洁公司 打算去香亭一号 把林圆用过的东西都扔了 只要一想到 他碰过我的东西 我就浑身不舒服 结果 我一到门口 我想用人脸识别开门 结果站了很久 都提示人脸识别错误 奇怪 难道这几天 我又瘦了 所以识别不出我来 正当我美滋滋地想着的时候 我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 打开门居然是陶思乐 他穿着我的乡奶奶高奢定制睡衣 睡眼惺忪地过来开门 谁呀 这么吵 当他看清是我后 立马变了脸色 我当是谁呢 姜婉婉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说 搬家呀 我是没说错呀 我来的就是把那个狗男人用过的东西全扔了 没想到他居然还带女人回来 真是刷新我的三观 陶思乐叫嚣道 搬家 你要搬来这里 复合也不是这样上赶着的吧 你怎么这么贱呢 自己送上门来 我们家林园已经不喜欢你了呀 我特么吐了 感情这女的还不知道这房子是我的吧 我没好气地说 这房子是我的 你身上这件睡衣也是我的 你现在给我滚出去 陶思乐根本不信 你放屁 这睡衣是林园送我的 这房子也是他的 这时候林园从房间慢悠悠地出来 身上穿的是睡衣也是我买的 和陶思乐身上穿的是情侣装 宝宝 姜婉婉居然说这房子是他的 你快把他赶走 林园脸色略微变了一下 对陶思乐说 这房子吧 现在是用姜婉婉的名义租的 不过也可以说是我的 因为我马上就有三千万了呀 到时候想买什么房子没有 这人脸皮已经厚到没境界了 陶思乐听了 连忙点头 亲爱的你说得对 你赶紧在这里买套房子 买两套 再给我弟弟买一套 他快毕业了 林园脸色微微不悦 绝了 两人不在一起真的对不起我炸裂的三观呢 他们怕是不了解 这个楼盘 最小面积的也要上意了 那你们赶紧去买 晚一秒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现在请你们滚出去 林园却不舍地搬出去 他又不傻 这里地段好 交通位置方便 比他自己的老破小不知道好多少 江婉婉 和你商量件事 你和房东说说 说我是彩票中了大奖 是上天眷顾之人 住他的大平层肯定会让他的房子棚壁生辉的 然后呢 我斜着眼睛问他 林园 你让他把房子过户给我吧 这样房东也可以沾沾我的运气 我都气笑了 大哥你真是癞蛤蟆装青蛙 长得丑丸的话 你知道这房子多少钱吗 还过户给你 林园 你都没问过房东 你怎么就知道房东不愿意呢 我把他和陶斯勒都推到门外 我就是房东本人 你们俩给我滚 林园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这不是你租的房子吗 我拿出那本房产证 你还是去看看眼科吧 持有人明明是我 陶斯勒一副我知道的样子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 为了房子和房东勾搭在一起 林园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幸好和你分手了 不然还要戴多少绿帽子啊 我懒得和他们争辩了 我让保洁公司的人把他们都请了出去 顺便把他们用过的东西全扔了 包括我特别定制的爱马仕大床 呜呜呜 我一想到那对狗男女在这里住过 我就浑身恶心 真是可怜我的床了 那天晚上 我手机收到了林园小号发来的信息 江婉婉 虽然你做了别人的小三 但是我不嫌弃你 只要你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 我回 你特么用什么护肤品 脸皮这么厚 自从离开了你 我感觉身边煞笔都少了好多 点发送 再点删除联系人 世界终于清静了 08 这天昏昏欲睡时 陶思乐拿着一篮子东西和一堆请柬过来了 我和我男朋友这周日要订婚了 到时候你们都来呀 陶思乐一边发请帖 一边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支香奶奶口红 哇 乐乐你真幸福 居然要订婚了 居然是口红 好大方啊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陶思乐满脸幸福的样子说 哎呀 我男朋友一直好爱我的 他还说等周日的时候要直播去领奖呢 直播领奖 我耳朵一下子竖起来了 去领那张没中奖的三千万 这就有意思了 然后他走到我这里 递给我一张请柬和口红 加碗碗 你如果愿意看我们甜蜜的样子 你就来吧 虽然女主不是你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做梦的 我连忙装作很羡慕的样子 我还没参加过有钱人的订婚呢 我一定准时到 陶思乐一脸得意 行吧 别搞得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随后我就收到了我们共同群的群消息 临缘 能遇见都是天意 能拥有都是幸运 本人很知足 再认识了我的乐乐宝贝 以后就中了三千万大奖 希望我的亲朋好友们 在本周日到军林酒店 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 同时我会开启直播 带你们共同领取三千万大奖 想要沾运气的别来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样的好运气的 TS 挥别错的才能核对的相逢 所以我的前女友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只爱乐乐宝贝 我特么快土了 装深情还得是她呀 周杰伦听了你的故事 当场都能写出三首新歌 以前我真的是暂时性失明 才会看上林源那个家伙 幸好现在清醒了 不过 我突然有点兴奋 有点期待那一天了 很快就到周日了 林源早早直播开启 她的直播间很快就涌入了很多同学朋友 她妈穿着一套早红色的聚佳连衣裙套装 妆化得有点浓 但是在精致的妆 也掩盖不了她尖酸刻薄的嘴脸 她的嘴巴从一开始就没闭上过 因为她的儿子马上就是千万富翁了 林源穿上了新买的西装 陶思勒穿着精致的绸缎婚纱 还戴上了一个纯白的头纱 她的几个兄弟朋友充当保镖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坐上了一辆租的宝石结上 林源兄弟姐妹们 哥马上要去兑换彩票了 这是我的女朋友乐乐 等我领完奖 马上就会和乐乐举办订婚酒 然后就看见陶思勒一脸幸福地靠在林源肩膀上 我弄了个小号 取了个名字叫原来是狗 评论了一下 主播人生赢家呀 儿等屌丝佩服 林源看了弹幕 原来是狗这位兄弟 你说得很对 不是所有人都有我这么幸运的 她妈妈插嘴道 我们家圆圆的这个女朋友 比上一个不知道好多少倍 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 原来是狗给你女朋友买点戒指项链啥的呀 等一下可以求婚用啊 让她求婚不是我的本意 我只是想让她从千万富翁到千万富翁 林源一听 有道理就打电话给本地最大的珠宝商 要求他们把项链 手链 手镯等最新款都运过来 上面都要刻上TSR 陶思乐的名字缩写 原来是狗 主播对女朋友的爱 真是惊天地气鬼神啊 然后我刷上了几个嘉年华给他住住信 林源 这位叫原来是狗的兄弟 等下一起来吃喜呀 很快 直播间的人流量达到了五万人 估计大家也都比较好奇这个大奖的领取过程吧 他们一行人终于到了彩票店 林源拿出彩票 告诉老板要对奖 老板接过彩票 认真看了半天 最后说 不好意思 没有中奖啊 林源一听 立马暴跳如雷 你个老东西 你看清楚了 老子中了三千万 老板眉头一皱 又仔细核对了了一遍 最后才确认的和林源说 你看你这张彩票的号码 和上一期的中奖号码是一样的 如果你买的是上一期 就是中三千万 可是现在嘛 就是三百元 直播间弹幕屏幕说啥的都有 原来是乌龙啊 这主播脑子有点秀逗了 哈哈哈哈 笑死人了 年度最搞笑之一 三千万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呀 林源他妈一看 情况不对 立马冲上来 直接给了彩票店老板一巴掌 你瞎说 我儿子明明中了三千万 你是不是想私吞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信不信我砸了你这个店 老板也有点生气 大姐 你自己好好看看哪 你儿子买的号码 不是这一期中奖的呀 林源也冲上来 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 我明明是中奖的 我就是买的这一期 当时我前女友也在 网友评论 哟哟哟 前女友 这哥们无缝连接呀 牛逼克拉斯 直播间人气一下子 涨到了十W家 意味着已经有十万人 看了他们这场闹剧 这时候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是林源 我一边看着直播 一边慢悠悠接起来 有事吗 姓月儿 林源气急败坏地说 上次买彩票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在场 我是不是中了三千万 我回 我是在场啊 可是你买的是381期啊 你选的那些号码 是387中奖的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可是你哪天说 不要联系了 话说买彩票的五十块钱 你还没给我呢 弹幕 哈哈哈哈 原来买彩票的钱 都是前女友的 太丢人了 要是我直接原地去世了 买错号码 好笑程度 百分之一 不给前女友彩票钱 好笑程度 百分之一百 林源突然反应过来 吼了一句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对不对 你就故意看我笑话 然后他生气地 把手机一扔 啪 把老板的彩票机弄坏了 林源已经把直播关闭了 可是在场的很多人 继续拿这个事 作为噱头开启了直播 几分钟后 超过百万人 看过了这个系列的直播 陶思乐脸色惨白 他觉得自己的阔泰梦 要破灭了 他一下子摘掉自己的头纱 冲过去也给了林源一个巴掌 骗子 王八蛋 我还以为你中奖了 老娘才会跟着你 不然你自己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东西 看到儿子被打了 他妈不乐意了 你才是骗子吧 我儿子给你花了多少钱呢 你现在身上穿的 用的哪一个 不是我儿子买的 然后陶思乐和他妈两个人 光天化日扭打在一起 场面惨烈 林源也加入了 不过他帮的是他妈 陶思乐崩溃地骂着 好啊 林源 你居然帮你妈不帮我 你哥妈宝南 怪我当初瞎了眼 被你骗了去 还说你中了三千万 真是笑死人了 他的衣服已经被林源 他妈撕破了 有点狼狈 场面一片混乱 彩票店老板 让他陪他摔坏的彩票机 珠宝店也来到了这里 要求林源付一百万的珠宝费 而且因为上面已经刻字了 不能退 订婚的酒店也过来了 让林源结一下尾款 此时的林源 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气焰 他根本付不出这么多钱 当时以为自己中了三千万 吃吃喝喝 再加上给陶思乐买东西 早就把积蓄花完了 还欠了很多信用卡 嗨嗨 该我出场了 我开着最新款的马沙拉蒂 到达战场 众人纷纷让开 这辆车全是只有一辆 大家都很好奇这车是谁的 见我从车上下来后 林源的眼睛都亮了 姜婉婉 你来干什么 我慢慢开口道 嗯嗯 不是你叫我来喝酒吗 我就是那个原来是狗 众人这时候都听出了是什么意思 哄堂大笑起来 林源这时候也不敢生气 他觉得现在只有我能帮他了 他一直盯着我的车 晚晚 我们俩往事一笔勾销算了 这车是你的 废话 不是我还是你的呀 见我不鸟他 他又继续说道 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那些钱呢 我说 凭什么 凭你长得不像个人吗 他急切地说 我知道你还喜欢我 这样子 你今天帮我把这些钱还了 你这辆马沙拉蒂我挺喜欢的 你就送给我吧 你在乡亭一号 还有房子对不对 那套房加上我的名字 那我就和陶斯勒分手 陶斯勒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妈听了 也立马冲上来 对 对 要不是你出五十 给我儿子买彩票 就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情了 也不会有这么多负债 所以你要负责 绝了这两人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我回对道 我看你们两个的脸皮 比隔夜的猪油还要厚啊 我感觉马沙拉蒂不适合你 劳斯莱斯怎么样 林园拼命点头 那也是可以的 最好再来个司机 符合我的身份 我忍住没有骂国粹 周围的人已经被这对奇葩母子折服了 我顿了顿 从车上拿出一纸箱的垃圾和一碟纸 对着林园说 这是你给我拼兮兮买的九点九包油的东西 都在这儿了 还有你今天还要还我40W 什么40W 你是不是和那他们一伙的呀 别想着和我儿子 他妈凶神恶煞 立马变了脸色 我随即拿出上次和林园在分手实录的音 清清楚楚有一句 谁知道你给我的那些真的假的 除去我的那些 就算50万吧 我先给你10万 剩下等彩票兑换了 再给你吧 彩票兑换 又没说兑3000万 300元也算呢 现场一下子炸锅了 林园和他妈的脸色都成了猪肝色 弹幕已经瘫痪了 这男的简直JP啊 佩服这个小姐姐忍了这么久 爱了爱了 简直是模范啊 又有钱又漂亮 不知道谁运气那么好能娶到他呀 林园突然间发疯似的向周围的人喊 你们知道我前女友的车子和房子哪里来的吗 哦 哪里来的 我倒是想听听他怎么说 他是小三 是被一个老男人保养的 我亲眼看到他从一个老男人车上下来 不然他年纪轻轻 普通学校毕业 怎么可能买得起乡亭一号的房子啊 这次要不是受他蛊惑 我也不会买这张彩票的 也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所以你们要钱的 都去问他要吧 说得我差点就信了 好个置于死地而后生 试图将矛盾转移到我这里 然后他变成受害人博取大家同情心 周围人群的风向已经开始变了 毕竟这个社会对小三的容忍度几乎为零 有些女的别看表现光鲜 私底下都不知道多肮脏呢 我最恨小三了 我要有个臭鸡蛋我就扔过去了 莫名有点心疼这男的 我正想自证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了 是谁说姜婉婉是小三呢 我定睛一看 是我爸来了 后面远远的还跟着一个男人 我乖巧地叫了一声爸 我爸点点头 然后走向了林园 是你在散播谣言 我爸用严厉的眼神看着林园 又扫了一眼他妈 林园他妈根本不认识我爸 直接说 这年头包养都这么光明正大的呀 你这年纪都可以做人家爸爸了 丢不丢人啊 看你的样子不差钱 你就帮姜婉婉还账吧 林园瞪了他妈一眼 让他妈闭嘴 因为他认出了眼前的男人 就是楼王姜海波 林园指了指我爸 姜婉婉 你爸是姜海波 我点点头 对啊 难道我们不像吗 林园恼羞成怒 你TM一直在骗我 你和我说的是 你爸是无业游民 对啊 难道不是吗 我爸有那么多楼房收租 手下的公司 也叫别人去打理了 可不是无业游民吗 我乐呵呵地说道 我爸严肃地和他说 如果你在诽谤我女儿 我可以告你侵犯了 我女儿的名誉权 再者 我女儿和你现在 没有一毛钱关系 她也没有义务 帮你们还账 这时候 跟我爸一起的 那个男人过来了 林园一见到他 就像老鼠见了猫 齐 齐总 你怎么来了 齐总 我记起来了 这人就是我爸 以前一直在我耳边 念叨的齐红称 年纪轻轻 就已经在商业帝国 翻云覆雨 原来 林园在他手下打工啊 齐红称 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闹得多难看 然后拿出一份报告 扔在他脸上 这是公司查出你擅自挪用资金 用于给他人贷款的证据 我已经报警了 公司也不会再继续录用你了 林园像风了一样 齐总 我错了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他妈健壮 赶紧跑到我面前 跪地求饶 晚晚 他们一个是你爸 一个是你爸朋友 你就替林园求求情 我就这一个儿子 如果这次他没事 我做主 你就能嫁进我们家了 我笑了 你真当你儿子天下第一呀 不好意思 你儿子太老了 不值得我动嘴皮子求情 然后我爸就带着我们离开了 在我们走了没多久 那些债主见林园他们不还钱 就上前理论 林园就被警察带去调查了 听说被判了好几年 他妈妈只好卖了他们唯一的那套房子 替儿子还债 希望他的儿子能早点出来 陶思乐的名声也坏了 从此刻上了拜金女的标签 在公司成为了笑柄 不堪忍受的他辞职了 听说后面找了一个老实人接盘了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我和他们家也不会也有别的交集了 谁知道有一天傍晚 我刚下班 就发现我的车子被划了几个深深的口子 我正想打电话叫保安的时候 林园他妈出现在我车子面前 他恶狠狠地说 姜婉婉 都怪你害得我儿子现在这样子 你现在要么就让我儿子出来 不然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都气笑了 我什么权利让林园出来呀 这位老人家 第一 我早就和林园分手了 我不觉得我对此需要负什么责任 他这么虚荣 还挪用公司资金 这些都说明你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第二 我现在有理由怀疑我车上的伤痕是你弄的 我现在要去查监控 她妈一听就立马变了脸色 然后直接躺下了 一边喊疼 一边哇哇大哭 丝毫没有一个老人该有的尊严 哎呦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这个女的打我这个老婆子了 此时已经有几个同事路过了 他们对我投来了不一样的目光 她妈继续发着疯 这个姜婉婉 仗是欺人啊 仗着自己家里好 不仅骂人还打我 我都起不来了呀 我要报警 我总觉得 林园他们一家人的智商一定是负数 现在这个社会 居然还用这种招数 你爱起来不起来 你这种无赖 你愿意这里躺着就躺着吧 我没好气地说 她妈伸出了一个手掌 对我说 要我起来也可以 给我这个数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五百万 真当自己是金子了 这位老太太 听说你要报警 我帮你吧 这声音有点耳熟 我一看 原来是骑红衬 顺便让警察看一下监控 是谁把晚晚的车子画成这样 这划痕 估计维修下要十来万吧 我现在就帮您报警啊 省得他们多跑一趟了 我笑了 这话从原本不苟言笑的 齐红衬嘴里讲出来 还挺有意思的 她妈一听 立马从地上起来 我不知道 不是我划的 别赖我身上 齐红衬继续问林园她妈 您没事了吧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她妈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和齐红衬默契地相识一笑 我和我爸悠闲地躺在家里的庭院 摆脱渣男的感觉真好 我爸开口了 南南 爸爸给你安排了个相亲 我急忙拒绝 我才不要 我享受单身 但是我脑中不自觉浮现出 齐红衬帅气的样子 如果是她 多好 我爸有点可惜地说 好吧 那我去和红衬说一下 我急忙问 你是说安排齐红衬和我相亲 我爸点点头 我 去去去 父亲大人之命 小女听从就是了 果然 挥别错的才能核对的相逢